2 2 2 3 3 4 3 5 8 6 5 5 6 6 奇怪 怎麼沒有 進去 剛剛不先播了嗎 是聽我聽我沒有 聽我 我怎麼看不到自己的直播 很奇怪 唉唷 出來了 看得到的朋友請留言 看到 聽得到的朋友請按 加2好嗎 看到這邊有人的 請按加3好嗎 這不是鬼 這是鬼 好啦 今天呢 來講一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到底怎麼弄的 呵呵 加2表示聲音清楚 因為我剛剛拿去 拿那個耳麥啊 那iPhone的耳麥啊 應該會清楚才對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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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2代表聲音清楚 聲音不清楚就講不下去了 快點快點 他就開始 有了 感覺到 加1 2 3 等一下 聽他的開關 好,來來來,這個我先分享一下那個OBS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叫做 我找一下找一下OBS 我找一下,這個網站 對對對,我要先那個share我的螢幕畫面 share螢幕畫面,好好看螢幕看螢幕 來,這邊有個網址 www.kocbc.comtw 好長喔 我把這個網址貼在那個下面好了 貼在下面,貼在下面 貼在這個直播下面 直播咧,直播一下 貼在直播下面 貼在直播下面 好,貼不去了 好,這個網址呢 這個網址有教你喔 怎麼樣從那個電腦裡面去做直播 好,第一個 從最上面開始看下來 最上面開始看下來 直播有兩種喔 一種就是 在那個臉書的粉絲團 好,在臉書的粉絲團這邊 好,直接 直接示範給你看 臉書的粉絲團 好,這個粉絲團好了 好,然後粉絲團這邊有個發布工具 發布工具 因為我現在直播中 所以可能不能用 或者是跑得很慢 啊,跑得很慢 好,我先不要 我先看這個網站就好了 那帶你來看一次 你回去就知道怎麼玩了好不好 好,這邊 發布工具之後呢 再下一步就是按直播影片 如果你沒有看到直播影片 沒關係,你就按影片就對了 然後 這邊會有個直播的按鈕 右邊會有個直播的按鈕 直播之後呢 它就會跳出這個畫面 會出現兩行字 一個叫伺服器或串流網址 然後還會出現 上面這個不要管它 你看下面這兩行就好了 這兩行是伺服器的網址 然後還有一個串流金鑰 就這兩個東西 就這兩個東西 那幹嘛呢 要在直播的時候 放進去 放進去臉書的這個地方 放進去OBS那個軟體 OBS齁 你去看這個網站 就知道什麼是OBS 你去下載這個OBS軟體 然後把剛剛那兩串呢 一串放上面 一串放這邊 有沒有 一串放URL 一串放這個開放路徑 播放路徑這邊齁 就這兩個東西 然後放完之後呢 你就再回到 回到這個 Facebook這個直播 這邊有一個直播 按開始直播就好了 然後就開始直播了 這個是臉書粉絲團的 個人個人頁粉絲個人頁 那個臉書個人頁呢 你也一樣要在這個網站喔 他在這個網站 他裡面有蠻多那個 詳細的說明 你再看一下就會用了 我現在只是大概告訴你 怎麼去看這個資訊而已 好 如果是個人頁的使用電腦直播 這邊有 Facebook的電腦版 直播幫人請點我 就點這邊 然後就會出現 你要在哪裡直播 你要在自己的動態牆 或者是分享到那個 朋友的動態時報 或者是在社團裡面 社團裡面也可以直播 或者是在粉絲頁裡面直播 也可以齁 那 就這兩種方法啦 後面的方法是一樣的啦 就是把那兩串貼 伺服器網址貼進來 還有串流金鑰貼進去 然後這邊按直播 就開始直播了 好 那 大概 就這樣 好 蠻簡單的 好 呵呵 這樣有聽到嗎 聽到嗎 有沒有聽懂 好 會不會很想扁我 講那麼快 他在講什麼話 呵呵 我看一下你們的留言好了 嗯 來報看起來非常陽光很帥 對對對 謝謝大叔教練 哈哈 哈哈 夾 夾10 喔 好 欸 好 以上教學到此結束 哈哈 結果反而我網址已經貼出來了啦 然後重點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 就是那兩串 那兩串齁 那兩串齁 一個貼上面一個貼下面 然後就照了那個網站的方法做 他直播就出來了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說 你看到現在的我是那個 人像對不對 然後你剛剛又看到這個電腦畫面對不對 好 那個就是這個 OBS軟體大好文的地方就是 好 我再秀一下那個電腦螢幕給你看 來 好 在那個 這個叫OBS軟體 這個OBS軟體 它裡面的來源這邊有兩個 一個叫視訊擷取裝置 一個叫螢幕擷取裝置 螢幕擷取裝置 螢幕擷取裝置就是顧名思義 就是你會看到我的電腦畫面 所以呢 我可以做直播教學 就是告訴你說這個步驟怎麼做 怎麼做 好 如果你 如果我現在勾選的是那個視訊擷取裝置 所以他會擷取你的那個 電腦的那個CCD 電腦的攝像頭 電腦的攝影機 那至於電腦的攝影機的好壞 就關係到你現在看到我的這個解析度 譬如說 你看 解析度是模糊掉了 因為 我這個有 我這個單眼相機是有景深的 我的手是清楚的對不對 我的手是清楚的 當然是模糊的 所以呢 我這個相機是比較 單眼相機規格 單眼相機的規格本來就比較好 所以單眼相機有辦法做到這個 模糊清楚的這個 這個叫景深 焦段的調整 焦距調整 景深 那如果 如果你是一般的那個 你希望他好一點 好看一點的話 你就去 去買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像羅技 羅技他的那個 CCD 然後就貴一點的 可能 可能要一兩千或兩三千吧 比較貴的 解析度比較好 就是有那個720p的那個 HD的解析度 然後把它夾在你那個 電腦螢幕的上面 那你拍出來呢 他可能沒有辦法像 我這個鏡頭一樣 可以做到這種 這種景深 他可能沒有 他沒有辦法做到這樣 但是他可以做到什麼 他可以做到前景跟後景都非常清楚 前面跟後面都非常清楚 所以 你就用那個 CCD去取代你那個 原本電腦的那個 攝像頭 那你就可以拍出這麼 清楚的畫面 然後呢 如果你要做切換的話 就像 就像那個 我這樣螢幕截取 就像這樣 你看到這個螢幕截取的裝置啊 如果我選這個下面的螢幕截取的時候 你看到的就是 我的電腦螢幕 那如果我選的是上面這個 視訊截取 你看到的就是 我的人頭 就這樣 好 那我這邊只要按這個 停止串流的話呢 我們的直播就馬上結束了 OK 好 最後呢 再露個臉好了 最後 最後呢 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今天是第一次直播 所以呢 還沒搞清楚 以後的那個所有課程大康 好不好 但是我們直播最主要的目的是 一個是希望大家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說 直播跟一般我平常去錄影片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你覺得有什麼不一樣 直播跟錄影片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你覺得呢 我知道了 你打一下好不好 你打個字打 我知道 你知道 因為我問完問題之後 大概十秒鐘 你們才會看 才會看到我問的問題 所以 我看到你們的回答 也是超過十秒鐘以後的事情 因為它會delay 然後我自己的體認就是 直播和拍影片最大的不同 就是直播都可以跟網友互動 就是我講的話 你馬上可以提出問題 然後我可以看到你的問題 然後來回答你 這是直播 我覺得是直播唯一的好處 不然的話 我錄影片就好了 幹嘛直播 那麼累幹嘛 我就直接先錄好 而且我還可以做剪接 把那個不好的都把它剪掉 那直播最大的挑戰就是 我要先想好我要講什麼內容 而且 假設今天有人提出問題的話 我能夠馬上做解答的話 那就代表直播真的超有壓力 而且必須要很強的實力 去解決你的問題 這個就是直播 帶給我的壓力 那如果是影片的話 你有問題 你回饋給我 我之後慢慢想 想到答案 我再回答你就好了 那影片就比較沒壓力 所以這是直播 好處就是可以互相互動 那我以前為什麼都不直播咧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我以前都不喜歡直直播 因為以前就只有那個 我看到別人直播 我就覺得不太喜歡啊 隨便那個人很帥 或是很漂亮 為什麼 因為以前那個直播 手機直播 都套很大 然後臉很大有沒有 臉那麼大 就充滿整個螢幕畫面 長得又不是很帥 又不是很漂亮 然後整個人頭在鏡頭前面 感覺就不舒服 所以我就不敢這樣直播 因為皮膚沒那麼好 所以不要這樣直播好不好 然後現在這個直播方式就是 攝影機是離我有一定距離的 而且看到的是橫的 橫的16比球的寬螢幕 所以我感覺比較舒服 好 OK 好那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邊 然後直播還有好玩的地方就是 你下次想要聽什麼樣的內容 那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回去就可以知道 喔原來你想要聽什麼內容 好那我們下次就來準備那個內容 好不好 OK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已經快到10點了 今天要早點睡覺 因為明天禮拜二又是B&I B&I 早上6點半就要到達會場 5點就要起床了 所以今天要早點睡 阿對 如果你住在桃園 或者是你想要參加桃園的B&I 就是我會介紹80個老闆給你認識 不用錢 你只要出個會議費用350塊就好了 我就介紹80幾個老闆給你認識 如果你希望得到我的人脈 那你就禮拜二早上過來找我 好不好 OK 我最討厭什麼 我最討厭有事沒事就碰到一堆陌生人 然後就私訊給我 來吧我想跟你見面 我想跟你談合作 我們見革命好不好 然後 他也沒有自我介紹 就直接敲我 然後我想說 阿你到底是誰阿 為什麼我要跟你見面 奇怪阿你說我就要去 我 那我算哪根充阿 對不對 我們要彼此體諒阿 要彼此互相尊重阿 不要說隨便敲個我就叫我 就把我約出去了 我那麼好約阿 我認識的 每個人時間都很寶貴嘛 所以 如果你真的很想認識很多 很棒 很優質的人脈 OK 你直接來 我直接介紹八十幾個老闆給你認識 這樣對你來講 應該是最好的方法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OK 弟弟來 跟大家說拜拜 來 乖乖乖 來說 嘿晚安 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這個時候呢 謝謝 好 天子蒜流 快